来这么多天打车从来没吐过 那为什么非得坐你车娃娃吐了呢 你不总结总结经验 哦 是我总结经验 你的意思是 这红绿灯都是我给你赶上的呗 没可能一红灯一脚油门 什么踩的不猛啊 你这带着孩子吐人家车上啊 你还怪人家开车有毛病 你说的意思 我们来北京这么多天了 打车下的从来没吐过 那就是说预见我倒霉呗 那可能吧 是呗 可能带一个女司机 可能跟男司机刹车啊什么的 都不一样 是 不是 这话题不是我个人的意思 对对对对 行 行 你说的都对 我都快气死了今天 我真的是 我跑弟弟这么长时间以来啊 三四年了吧这有 第一次遇到人家吐我车上 我 你听听这人什么态度 你听他说的是人话吗 说我坐人家车都不吐 就坐你的车吐什么的 呃 就是说你自己不不 就是说没有原因吗什么的 说那说这话啥意思呀 我真是服了 我 我真是醉了 你吃的胖怪人家卖的饭好吃是吗 然后 就是说他叫了还是一个拼车 一个女的带了一个小孩 呃 本人是一个男的就是拼的车嘛 先上了车后来拼了他 听到他以后 我一看就是人数是一个人 然后他带了一个孩子不是俩人吗 当时但是我当时我真的 我没有说给他计较这个 也没有给他改人数 心里就想着 呃 带着孩子是吧 都是都不容易 完了就上车就上车了 也不是说超窄什么的 就没有计较这个事 完了上车以后 这男的在副驾驶 副驾驶坐着 他俩在后子坐着 那小孩老是往前趴 老是站前头来 就跟那唱说什么的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小孩坐好是吧 别摔着了一会儿 他妈妈也一直跟他说 说坐好坐好 然后后来这个男的就下车了 下车以后就车上就送他俩 走着走着 那个小孩就 他也没有吭声 就哗就吐了 小孩应该有四五岁吧 就吐了 吐了以后 我一看我的天哪 那个后 他妈在这边坐着 小孩在那边坐着 然后那个坐垫上 脚垫上吐的全部都是 我那一包纸 他都给我擦完了 我擦完以后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这擦了也不行了 你肯定得给我洗车 是吧 给我洗车费 他说你要多少钱 我说你怎么着 也得付两百块钱 因为一个 我洗完车 我接不了单了 他一听两百块钱 说 哎呀 坐你这个不是坑人吗 什么的 我说没有坑你 我是不是得洗车 我的脚垫 我的坐垫 我都得洗 是不是 而且我接不了单了 我现在 我让谁坐呀 他说你 你怎么接不了单 你这个我给你擦了 你待着人家上车以后 你给人解释一下 让他坐这边说 做小孩吐的 都能理解 我说你能理解 还是你们这家孩子 我人家能理解吗 他说有什么不能理解的 我说那我让我们家孩子 上你车上吐一口去吧 他说行啊 没事 我一分钱都不要你呢 真无语了 这种乘客 真的特别特别无语 他这种态度 我当时我真的 我坚决 要么你就给200块钱 要么你就给我洗车 完了你给我那个 就是说 这个干活 这个损失钱 他不乐意 不乐意 他就给他 那个家里人打电话 让他家里人 在那个南楼鼓巷 等着他 就那个意思 完了 等着我也不怕你 你自己 不管是大人小孩 吐的 你肯定得给人家负责任 是不是 完了到南楼鼓巷以后 不知道是他什么关系 一个男的 就是上车嘛 我跟他说 让他快一点 这男的跟电话里都还跟他说 快什么快 说那个意思 就是说 等着 让他在那等着 给我气死了都 完了那男的上车以后 他可能一看是个女司机 也没有说话 也没有这么厉害什么的了 那男的在副驾驶 他俩就 他就倒了一个洗车垫 说给我洗车 我洗就洗呗 洗呗 完了就倒着 有两公里左右吧 就过去了 从南楼鼓巷那边去的 去了以后 洗车店没开门 没开门 完了 他们 他们去洗车店 他们因为都下车了 小孩大人都下车了 我当时我也没有 没有说 留意这个事 你知道吗 下车以后 就不上来了 这男的从窗户上 塞给我一百块钱 就走了 他们 给我气的 后来 我就给他结束订单 给他结束订单 加了一个付加费 加了九十九块钱 真无语了 对这种人 不是说 不是真的 这个真不是说 你 就是说给你要这个二百块钱 什么 我给你要多 什么 就你这个态度 我跟你说 要二百都是扫他的 说那话 真的 说的是人话 说的 自己家孩子 吐人家车上了 怪人家开车 完了说 为什么这么多红绿灯 为什么你走这么多红绿灯 我说你叫的是拼车 我不得先送人家吗 这根解释不清 真无语了 刚才我给客户打电话 报备了一下 我现在找一个能停车的地去 我先保留证据 真是无语死了 对这种人